大家好,我是Trish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五早早,世界杯南美州區外衛賽繼續 阿根廷到期時會在主場迎戰阿瓜多爾 雖然兩隊近期表現相差無幾 但這樣阿根廷之前五次對陣阿瓜多爾贏四次 而今仗仍在主場作戰,所以阿根廷值得看好 在2022卡塔爾世界杯奪得冠軍之後的四場比賽 阿根廷都能大獲全勝,合計入了15球 而且一球未失,表現極其強勢 球隊核心美斯雖然現在已遠離主流聯賽 但出色狀態依然在美織聯得度延續 根據統計,美斯加盟國際邁阿密之後的11場比賽 入了11球有五次助攻,幫助球隊11場保持不敗 同時國際邁阿密勝率亦大大提升 在美斯加盟之前,球隊美織聯的勝率只有23% 而他加盟之後,國際邁阿密的勝率提升到67% 另外,艾華里斯·納特路馬天尼斯在新賽季方面表現亦出色 有這些猛將在此,今仗面對過去五次交手都四度落敗的敗將 阿瓜多爾,阿根廷再下一城,應該沒有難度了 五題上屆世界盃南美洲區外圍賽 阿瓜多爾以第四名身份出線 十八輪,戰績7勝5和6負 表現只能說中規中矩 在2022卡塔爾世界盃,阿瓜多爾未能在小組中得位 三將只贏一場,和一場,輸一場 戰績排名第三,近況方面阿瓜多爾發揮不錯 四場熱身賽取得三勝一虎 當中上將擊敗哥斯·達利加之後取得三連勝 但鑑於與阿根廷之間的實力有一定的差距 並且摩西斯卡設到今下,轉會之後表現欠佳 所以總結,阿瓜多爾金將應該難逃輸波的命運 喜歡這條片的話,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,BYE BYE!